就自己来说自己不行啊 哪里很差很烂啊 那这样的话 反而别人就可以在这个方面 就不用主动的给你太多的这种虚的赞美 然后会给予多一些真实的一些建议 这个可能我觉得蛮重要的 我发现我的那个表演课的视频太无聊了 每一个视频开场都是在车上 然后又很吵 然后声音不太好 然后又聊了一些挺无聊的 甚至是让人听不懂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一直也在想去改变一下怎么调整一下 我是在想在上课前的路上呢 还是路上时间比较长吧 还是要开着车说话可能会 比较现实一点 如果我到了我时间可能已经不够了 没有时间去说 所以我还是会用车上的时间 但是我把声音再弄好一点 我今天试一下用这个麦克风 这样的麦克风 上回我那个麦克风的话 然后会咯吱咯吱响 然后我另外有一个大江的麦克风 又觉得麻烦要插 就是有点麻烦 我要不然什么时候试一次 看看有多麻烦 如果我这人特别讨厌麻烦 不过呢还是试一下下回 之后的话上课前的路上 我准备一个电影某个片段 就大概一分钟左右 我会去读一读 我在头一天去把它读熟吧 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剧本 然后顺便用比较短的话说一下表演课的其他的事情 然后上完课的话就还是讲上完课的那一段 当时的那个上课的那个记录 5月8号星期一 对今天路上呢 总体来说还好 然后现在有点弄的有点困了 因为我一出发就在读 在背 然后背背背 可能背的有点缺氧的感觉 还是说睡的稍微少一点 现在就是睡 经常在路上开车是半困的 但一般去的路上还好 就在背一个是我们上课的那一段就是 I need you to sign a cell ticket for a client on mine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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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I got arrested last night The FBI arrested me because of my involvement in the firm 就这一段的 然后还有一段就是那个beef的那一段 就是那个Amy的那一段独白 也不叫独白 其实她是跟心里疗失的一个对话 Hey Dr. Lim Do you do you really think it's possible to love someone unconditional 有一个同学就上两节课我有聊过她 讲到过她就是她平时就是非常的冷静 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这种酷的那种样子 然后面对所有的问题她都没有 没有就都是插着插着手啊背着手啊这样的样子 然后感觉是很自信 但是后来老师说了她之后她就到现在一直就没有找到这种 就很自信的感觉 就一直就把它给可以说是打引号的击垮了 我可以看到将来她会更加自信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的那种自信可能是摆出来的 但是当你通过各种全方位的去提升之后 你会是真正的自信 所以的话她现在就有时候会感觉挺在一边对她的看法的 然后不太确定的蛮多这种问题 蛮有意思的 这就看到每个人的变化 然后我的话很想分享的就是 作为像我们是这个英文是第二语言的话 因为我们在课堂上大家都不会去笑你 你不会去哪怕你说的再烂出于礼貌啊 还有出于正确的方式是你不可能去耻笑别 反过来就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 所以这个其实说实话既好又不好 好的一方面就是你没有受到打击 坏的一方面就是过多的这种鼓励 你没有受到打击和赞扬 会其实是会让你觉得自我满足 因为其实夸你 就特别是我们少数主义或者是你的有一些缺陷的那些同学的话 我指的缺陷就是比如说我的语言不如他们 那他们就会包容我 包容的过程中你以为这就OK了 那他们既然包容你你就觉得OK那你就错了 真正的演绎的这个事业上面的话 是不会跟你讲同情的 就是你的这些能力没有提升起来 那你就是缺少了这方面的竞争力 所以的话就是要接受他们的赞扬和鼓励 但是不要过于的把它当回事 多一些自嘲嘛 就自己来说自己不行啊 哪里很差很烂啊 那这样的话反而你研究可以在这个方面 就不用主动的给你太多的这种虚的赞美 然后会给予多一些真实的一些见语 这个可能我觉得蛮重要的 所以这一段是有什么事情 很经常 可能在清少吧 现在在课堂上能发现 其他一些同学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吧 之前会看他们都很自在 就是很放松啊 或者说很自信啊 但现在也会看到一些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这就应该说是每个人都在进步吧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很自信 哎怎么突然变得不够原来那么自信了 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他真的就是不足的那方面被发现了 然后自己发现了 或者是老师告诉了他 然后他在这方面就在补齐 也就是说在不断的在这方面开始要再学习 嗯 我也我当然就更多了 我就是 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进步 像这个repeat这一块的话 抓住别人的感觉和 就是要说出那种对方的一个behavior的话 那对于我来说 始终是一个没有突破掉的问题 然后今天的话也同样遇到这样的尴尬 就自己感觉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和 发说不上 然后我在听 在看别人在做的时候 其实我在我也在去观察别人 我就假设我要是我站在他面前 我要说 要跟他repeat的话 我好像感觉我能 发现这些方面 但是当我跟我的partner 站在那上面的时候 突然就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挺尴尬 但除去这一块之外 我们表演的 就是我们新的那一块 就还 还不错 除了有一些部分 还是不够那么顺 就是我会觉得有时候 怎么平时练的时候挺好的 然后怎么在台上一说 就感觉就怪怪的 或者说不准 哪里说的不准 或者说是 但我觉得我学到的进步的方面 就是我能看得对方 从对方那里得到这种相互 连接connected的那种感觉 特别是我们在课间的时候 跟partner练习的时候 完全就感觉就是 不管什么状态 不管是我们在走路 还是面对着 都能够像是真实的我们在聊那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频率上面 能够感受到相互的这种频率和这种感觉 这个蛮美妙的 这个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在看别的同学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在他们开始repeat的时候 然后repeat,repeat,repeat 突然他们就建立了那种联系 连接 然后在这个词一带进去 然后就非常自然 就根本可以不用有动作 可以不用太多的表演 就是在听对方说 然后看对方的反应 然后到你的话 就非常自然 就是那种conversational repetition 慢慢这个练习的一个效果 就慢慢能够看得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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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